在Hangman program有两个文字变数 一个是Hints,一个是Answer Hints是装着提示,而Answer是装着答案 有两个指程式,一个是INIT,一个是Game INIT是换题目和换答案 而Game开始被user作答,每次答一个英文字母 Hints是星期六,而Answer是Saturday 这样才算,于是机会有16次 Term是用来对照Answer 有8个字母就有8画 所以Chance等于TrainLink ofAnswer乘2 而Term就会根据Answer有多少个字母 加多少画,而最后加一个斜铃 下一步我们会显示Hints在画面 上面第一行,然后叫user去估计 估计完之后,我就决定赢输 那怎么决定呢? 就用StrainCompare 将Term和Answer两个比较 如果相同的话,就赢了 所以在估计的过程当中 将user答中了字母,换到Term 直到Term和Answer完全相同就赢了 当然,如果16次机会用完之后 都答不中的话 那user就输了 那我们会显示回答在画面上 而问答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我们将Term被-1 首先将Term印在画面上 Term就装住一画一画 然后再印它有多少个Term 多少个机会 这个getCh 就问它要拿一个英文字母 放在C那里 接着我们要查看它是否猜中 那方法用个for 逐个字母去查 如果我们发觉C和AnswerI是相同的时候 就将C放到TermI 将它换去 以上就是句子 我们什么时候要重复再做呢? 答案就是 当chance大于0 它有机会的 而Answer未估中 用StrainCompare 两个未等于0的话 而它还有机会 让它重复再答过 用getCh每答一个英文字母 就将它trans-- 然后再check它重不重 如果重的话 就将它换到Term 那里 除了显示Term的画面一画一画之外 也都可以显示到User 他未曾答的英文字母 那这个program 还有其他的变化 就是我们可以用Array去做的 这个Array可能装着有10组的题目 那你可以随机抽一个出来 问User 那用RandPercent10 随机抽出来 那也可以第三个变化就是 那些字在文字档里处存了 用文字档去代替了这个阵列 再在文字档里面 随机抽问题答案出来 让User猜 文字档叫Hangman 那么前面的提示 后面就是答案来的了